毕竟现在在开一个大会 中共二十大的三中全会 也有很多关于经济面向的东西 更值得我们去考虑 由此同时我们来看到 美国方面立刻有了动作 这个是南华早报 在7月16号的一个独家报道 他说有一批重量级的美国企业的巨头 会在下周前往北京 希望在中国三中全会结束之后 立刻就和这些中国的官员挥吾 他们想要获得第一手的资料 看看他们的口风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这一次访问我去看了一下 是由美洲贸易全国委员会所安排的 访问公司 大家一听都知道是哪些 高盛 星巴克 联合健康 耐克 高通 访问团是希望 他说他们到时候去的时候 能看到中国的高官 能够跟他们见见面 包括像是有外交部长王毅 和商务部长王文涛 下一张图我们再带给大家看看 这张图是今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之后 习近平主席跟这些美国的工商界 以及战略学术界代表的一个会谈 提到了中国发展论坛 是每一年两会之后的 中国官员和外企领袖交流的一个窗口 一般来说这是一件大事 但是很少有三中全会之后 有外企的高层来组团进行访问的 我就想请教一下博士了 您觉得这一定要有外商有益 中国有心才能够促成这件事情 现在消息都已经放出来了 我们该如何去观察这一场 罕见的会面 有关于三中全会 一般来讲是在上半年召开 很少在年中召开 所以比大家预料的还要晚 所以这个问题大家已经觉得说 中国一定有在准备比较重大的 经济方面的议题 所以需要一点时间 慢一点准备 然后再来开三中全会 所以三中全会推迟到了 现在七月份再召开 这是第一个判断 第二个判断就是三中全会之后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 这个特别的组团 到了这个中国来访问 那一定跟三中全会有关 这个推论也是合理的 我先说明一下什么叫美中贸易 全国委员会 其实他的英文名字就是 美国与中国商会 美中全国委员会 那咱们中国把它翻译成美中全国委员会 这个翻译不同 但是这个意义 他是在1974年在美国华府啊 所成立的一个美国企业大头的一个会议 然后1974年是很早以前的啦 那这个委员会里面的刚开始的创立成员有谁啦 我念给大家听 大家就印象就比较深刻啦 3M 那这些公司的公司的公司 那这些公司在中国的生意的确做得非常的好啊 为什么在三中全会这个回来要来跟中国大陆的高层见面啊 不管是见习近平 或者是王文涛 我想至少可以见到李强 因为这个算是蛮高阶的一些执行长 中国有需要听听他们的建议 因为未来三中全会会有一连串的改革方案来推动 最重要的是这个财税改革跟金融改革 还有贸易改革 说这三个方面呢 财税改革就是要不要克消费税 还是要进一步的扩展到 多克增其他的税项 因为中国目前的各个财政收入 来自于税项的比例偏低 来自于所谓的土地出浪金的比例偏高 结果房地产不仅去以后 土地出浪金已经原木求鱼 没法支撑地方政府的运作了 所以必须要采取其他以发达 以开发国家比较一个 比较普遍的一种财税制度 比如说克增消费税 在美国纽西兰的消费税应该非常贵吧 纽西兰现在多少 15% 15% 15% 美国有的是7% 有的是10% 有的是15% 都有 那中国不是没有克消费税 中国的消费税克的品项很少 大概只有15项 什么烟啊酒啊15项这些 比例很低 所以未来一定会增加克增消费税 否则会造成很多不公平的现象 因为现在中国的主要的税项 叫做附加型营业税 他们叫它增值税 这个主要生产事业才会有 然后这个一般的服务业 几乎没有在克这种增值税 就产生一个结果 有很多工厂 很多生产事业的浙江 上海江苏 这种税箱很多 像深圳广东就很多 可是有些地方啊 几乎没什么生产事业的税可以克 比如说云南贵州 然后你想想看啊 这个三妹啊 你如果是上海的生产事业大老板 你在上海要缴很多真实税 可是你跑到云南去住五星级大酒店 五星级大酒店没有任何克税 可是云南还要把那个马路弄得漂漂亮亮的 交通弄得很方便啊 环境弄得很好 治安弄得很好 这个钱地方政府才出的 可是你住五星级的酒店 他收不到这种什么税啊 那不是路不浮出 这问题要出来的吧 所以未来要扩证到的 像这种五星级酒店 也要交消费税 我举这个例子了 当然最后结果怎么样 我还不清楚 因为他还没有公布细节 所以消费税的课程 是要把品项增加 增加到什么程度 要增加到服务业 还包括哪些服务业 这是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啊 要不要开始建立全国性的财税资料中心 全国性的财税资料中心啊 应该要开始慢慢建立的 台湾在19 上个世纪就1970年代开始建立 刚开始问题有一大堆啊 为什么要建立这个资料 因为你没有这个资料 根本就没有办法课什么 个人综合所得税 大陆上基本上 谈不上个人综合所得税 也没有办法看赠与税 在纽西兰赠与税 避产税大概有40%吧 蛮高的 蛮高应该有40% 台湾也40% 美国50%美国更贵 这个规定在中国是没有克的 就会造成贫路不均 所以看看当中前卫 应该短期内不会克 可是必须要建立整个的财税制度 否则一个人喔 如果是在这个海南有财产 那东北人 就东北的地方 根本不知道哪个海南有财产 这是一个中国太大了 对 那他不像美国 有那种奇奇怪怪系统 可以去查你的财产 中国这方面真的 还没有建立这个财税集中的资料中心 我们中国有超级电脑 有最先进的AI系统 我们就是没有一个现代化的财税 资料销 你这不很荒唐吗 对不对 所以看看三东前卫要不要建立 我跟他们讲过好几次了 但是他们好像是都不是当务之急 好了不是当务之急就慢慢来吧 那除了这个以外在金融方面 我非常欣赏潘工胜 有人说你跟潘工胜认识吗 我跟各位讲我完全不认识潘工胜 那你认识易刚吗 我说完全不认识 那你干嘛整天在批评易刚 我说我是旧事论事 那易刚好像以前什么事都不做 让我很生气 我跟你讲我会这样生气也是为了 爱中国要中国好啊 不然根本就不必发这个脾气 对不对 那潘工胜他是推出现在要推出的金融稳定法 大概就是在三东前卫里面也会讨论到一些吧 那什么叫金融稳定法呢 就是金融重建基金条例 台湾的叫金融重建基金条例 以前咱们中国有很多学者很多官员都好奇怪 他说我们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制度 我们的银行不会倒的 我们不会挤兑的 我们这个银行有国家保护啊 我们讲一大堆 国家保护你要用财政资金来支持吗 这不合理啊 这个一定要在金融界 克金融界的钱 来支持金融界的系统性风险吗 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经济学道理 我每次跟他们讲 他们就跟我讲社会主义 我说这个跟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没有关系好不好 那最近不是有很多什么河南什么农村银行啊 有挤兑啊对不对 他们终于开始想到说要建立这种制度了 这种有挤兑该怎么办 存款保险该怎么弄啊等等 像美国就是矽骨印良不出了问题吗 艾伦很快就解决了 原因是在金融海啸之后 他们怕了 开始建立这套制度 那这套制度哪一个国家建的最好 英国盖弄的最好 那我们中国没有必要输给英国啊 我们是一条边啊 全国一盘棋啊 对不对 那这攀工是要去弄这个金融稳定法 我再给他比赞 给他输大拇指 我觉得 嗯终于有个官员肯做事啊 那中国就会好嘛 如果官员懒懒痘痘的不做事啊 整个在那边啊 那讲东讲西啊 废话一大堆 那不务实啊 我跟他讲金融要稳定 他就跟我讲社会主义 我真的是鸡同鸭讲 有时候很生气 真想骂人啊 好了那现在他想做我就给他很开心 我就看到中国的金融会现代化了 那接下来要做银行的管理体制的改革啦 那我一直跟大陆讲说 要把人民银行升到国务委员的位阶 什么外交部长 刚马上当国务委员 人民银行行长要当国务委员 不然很多事他不敢做决定啊 他有什么事都还要 还要报到什么党组书记 还在报到那个什么 副总理再报到总理 说不科技总理也不一定懂啊 对不对 这是太专烈了啊 很少国家都 有那个 那个懂金融的人去当当副总理嘛 那你就把他升为国务委员 让他有更高的权力嘛 可以指挥其他单位嘛 我是觉得像美国联准会主席 可以指挥所有的银行啊 这个我们中国要往这方面走 所以山东前面有这个议题 再来贸易的改革 我们很多行业在国际上的出口 已经开始有的问题了 必须要比较廉价劳工 因为他们中国的工资高了 国民所得高GDP 人均GDP高了 所以不适宜在生产 这些便宜的东西 那这便宜的产业 自然的会慢慢流到了东南亚去 那我们被人做上游 可是我们要很多新创事业啊 要鼓励很多民营事业 或者国营事业去推动新创事业 就像习近平主席前一段时间 在山东就问了很多企业家说 奇怪为什么这两年我们中国的独角兽企业 数分好像减少了 这个是对的啊 这问题问得很好 我讲过好几次问得真好 那官员们就要想办法啊 为什么突然这几年的这个新创事业减少啊 到底是投资项目少了 还是投资的对象错了啊 还是什么其他原因一定要找出这原因来 中国要解决失业率的问题 一定要要更多的新创事业来吸纳这些就业人口 那新创事业可以付出更高的薪水 不是血汗劳工啊等等啊 所以我是觉得贸易的体制的改革啊 还有新创事业的扶持啊 这个应该也是三中全卫的一个重要的啊 再来最后一项外商的开放 要开放到什么程度啊 我觉得现在习近平跟李强都有共识啊 中国要更高品质的管理经济 要更高品质更大幅度的开放啊 就像最近在开放那个什么 这当然跟经济没有太大的直接关 开放很多免签 很免签的国家 那有一个成都的朋友跟我开玩笑 他说以前成都街上很少看到外国人 现在成都街上到处都外国人了 他好几次出门说他以为他来到了外国 不是来到成都 他说马路上挤了一堆外国人 对成都是开放口岸之一 有三十几个开放口岸成都就是其中之一 他说就是这个很优马 天气太热中国人不出门 一出门发现外面在走的都是外国人 所以以为自己到外国了 这好事这是好事 那你对国外的企业要相同的方式来开放 我们中国不怕内权的对不对 我们也不需要走保护主义 那对中国是不利的 那美国要打压中国 我们就要想办法细心去应对 所以山东前后会应该 也会仔细讨论一下 世界各国对中国经济的敌意 他们要提高关税 要保护主义 那我们该怎么应付 大概是这样的情形 谢谢大家